好 洪仲秋 王子安 现在峰回路转了 桃园地月呢 昨天开了鸡押亭 而历经了六个小时的审讯 最后裁定了鸡押 何江中 徐姓郑 以及范佐县三个人 而何怡婷是以犯罪事实重大 有烟灭 伪造 变造证据 跟勾串证人 以及共犯之余 就宣布当庭鸡押 三个人呢 随即是立刻靠上了手铐 而坐上球车 前往这桃园看守所 而且呢 其实他们的神情都相当的落寞 相关的七属呢 也完全无法相信 这样的戏剧系的大逆转 而且是无法接受 而这回呢 法官认定三个人 确实是有这样的疑虑 所以才会裁当庭收押 裁定收押当下 三人立刻被上手铐 何江中还穿着衬衫西装裤 早上整装出庭 晚上却落魄上球车 而刑政低着头 三步并坐两步走 刻意闪开媒体镜头 戒压庭经过一整天 桃园将三人全送进了看守所 何江中妻子听完结果 一路把腿狂奔 徐信任太太和徐地比付出法庭 神情默默 徐扎人知道收押当下 立刻和律师讨论提出抗告 而范左线姐姐出庭后 痛哭失声 被告家属们全都不敢相信 这结果戏剧性大逆转 他们愿意听 那也愿意去问 对那这部分就是 在军检这军院跟军检这边看不到的 案件回归司法 首次审理就凸显 重大差异 洪佳人执意军检军院办自己人放水 国真来到桃院 结果大不相同 法官裁定积押理由 主要认为视频会有诸多瑕疵 包括同一人签名 笔记竟然不同 而且对于投票单遗失竟然宣称不知情 认定有湮灭证据嫌疑 另外三人在案发后还集合讨论如何应对外界 甚至直指和江中设计模拟问答 有勾串证词之余 以及法官发现三人交保后 被告和证人间有密集通联记录 难保已经串供 因此裁定三人通通收押 主任有湮灭 伪造 辩造 证据 以及勾撰 共犯 或证人之余 任被告三人 均有积押的必要 前两次军院积押停 这三人都幸运获得交保 这一次可没这么好运 而桃院快速果断裁定 也等于是让军事法院 湮灭无光 周新闻桃源综合报导 好